再来看这个被列为新世界七大奇迹的北京新机场 那么大陆呢投入了800亿人民币打造 它的外观是一座巨大穹顶 远远看起来呢就像是外星人基地 屋顶上总共8000块玻璃 没有一块是重复的 那么这个号称全大陆最魔幻的新机场 以一年1亿人次的最大客流量来做规划设计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在1月22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试航试飞之后呢 预计今年9月底正式启用 跟着中国梦采访团队我们一起来看看 北京正在大兴区建设第二国际机场 正面五星红旗就位在天安门的中轴线上 地下的高铁驶往市中心只需半个小时 想象一下高铁以时速250公里穿梭在机场下方 从中央延伸向外的五指廊是停机坪 这种设计将路程缩短 旅客通过安检后最远走600米 步行时间不到8分钟 效率和安全高于其他机场 高铁在下面吧 整个用高铁用这个隔阵技术 152个这个隔阵装置呢 把这个楼装起来 这是一个也是国内领先的 抬头看 主航站楼安置了八组像树干一样的C型柱 它是屋顶钢架的一部分 纯钢结构焊接而成的穹顶 不但使大厅变得宽敞明亮 还能抗发极地震 2019年北京新机场建成后 这里规划的年客运量是4500万人次 这个数字在6年后的2025年 将变成7200万人次 航班起降62万架次 然后我们全向用的跑道 三总一横的这样的全向用跑道 这都是国内首领先的 北京新机场被列为世界星期大奇机的榜首 工程总投资额人民币800亿元 航站楼设计跑道交通配套是三大特点 西机场启用同时 北京南院机场停止民航作业 各航空公司已开始转移 凡是属于天鹤联盟的原则上都从那边的会搬到这边来 除了东航南航刚才像首航连航这些都会过来 由于一带一路所处国家 还有很多航空公司没有开通航线 北京机场未雨绸缪 实施双枢纽战略 星空联盟的航空公司在首都机场起降 新机场以天鹤联盟为主 怎么样的技术手段能达到 算是一个智慧的机场3.0的级别 这个还是一个全球比较领先的 可能目前没听说哪个机场是3.0的技术 智慧机场3.0以旅客体验为主 航线楼有自主研发的高效行李输送系统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管理与服务 新机场将在明年大陆建国70周年前系正式启用 这座很具科幻感的超级机场 位于天安门镇南46公里 将雄安新区经济气发展连成一块雄伟的科技城市版图 是习近平的重大震机 在明年大陆建国70周年大陆建国